您把真相隐藏在了一个假象的背后 但是这个假象您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相 所以最后它套出来的是一个假象的真相 神探李承宇为结央视黑幕戏弄全场 与心理专家的巅峰对决到底有多精彩 这是世上最烧脑的节目 在综艺挑战不可能中 心理专家松明与华人神探李承宇展开了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 在现场有一辆汽车 节目组则准备了一千把一模一样的钥匙挂在墙上 然而里面只有一把能够打开车门 挑战开始前有李承宇将真钥匙混在假钥匙里 而挑战者松明只能通过向李承宇提问 来观察他脸上的微表情与微动作来判断是否说谎 最终找到隐藏的真钥匙即为挑战成功 要知道李承宇一直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 曾经破获过无数举世瞩目的国际重大案件 最擅长的就是通过细致末节来寻找证据 而心理专家松明也不是简单人物 他号称你的大脑我做主 通过对身体语言的推理让藏在心里的秘密 在他面前无处遁形 眼看着毛雨顿的大战一触即发 现场所有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 只见松明被蒙上双眼戴上耳机后 李承宇在几面墙之间来回游走 做了几个替换真钥匙的假动作 随后将最终答案写在了卡片上 有着多年行真经验的他完全可以做到没有表情 这也大大提升了难度 松明通过询问的方式定位钥匙的位置 刚一开始他并没有开门见山 而是谈起了家场 然而李承宇也早已料到 几句话回答得滴水不漏 最后两人走到钥匙墙面前 松明则要求不管他提问什么 都用不是进行回答 抓住这个细节的松明信心爆棚 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可殊不知自己正在一步步走进李承宇挖好的陷阱中 最后两人来到现场中央 松明在最终的询问后更加坚定的选择了六号墙 可立场与魔棱两可的一句话再次让真相变得模糊起来 松明认为自己赢定了 可要是却打不开车门 不仅松明额头冒汗 就连导演都吓坏了 果然松明猜对了卡片上的号码 但他却看不穿李昌玉的内心 原来李昌玉为了防止节目组作弊 故意写下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并说真正的钥匙自己也忘记在哪了 苏被你们也立刻圆场 您把真相隐藏在了一个假相的背后 但是这个假相您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相 所以最后它套出来的是一个假相的真相 不过节目组最后也将此次挑战视为成功 但李昌玉这一招也实在让人拍案叫绝 你们有没有杀过人啊 被国际刑侦专家问到惊慌失措 徐克的这段采访让人细思极恐 2013年徐克导演与刑侦专家李昌玉 做客某档访谈节目 一开始节目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可李昌玉的一句话却让气氛瞬间凝固 你们有没有杀过人啊 刘嘉玉听了一脸震惊 赶紧表示自己在戏里杀过人 而镜头捕捉到徐克的表情时 却看到一丝慌张 不仅没有给出否定答案 反而问了一个细丝极恐的问题 如果我说我没杀过人你相信吗 如果换作别人听到这个问题 自然会回答没有 可徐克的反应却让人一头雾水 不过这可难不倒刑侦专家 他立刻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破案法宝 便携式测谎仪 很显然徐克没想到会有这一处 他目光紧盯李昌玉手中的法宝 表情也有些沉重 甚至还把第一个测谎的机会 让给了刘嘉玲 作为世界顶级的刑侦专家 李昌玉的大名早已如雷挂耳 最擅长就是在审讯的时候 通过观察对方的微表情 来判断是否说谎 当轮到徐克接受提问的时候 他紧张的样子像起了 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学生 仿佛一直在做心理建设一般 不过李昌玉也没有按套路出牌 即便是这个简单的问题 徐克却迟迟没有反应过来 手指还仅仅按在试纸上 在大家的提醒下才回过神来 一个随口就有答案的问题 徐克却要想上三秒 刘嘉玲的解释是 他诚服太深 而徐克则笑着表示 没想到这个问题会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现象也不难解释 很多时候越是做准备 就越会被意料之外的事情 打得措手不及 只不过节目播出之后 引起了热议 网友们纷纷化为神探 在评论区讨论自己的见解 然而这张测谎纸 并没有测谎的作用 只能检测汗液与手指的温度 毕竟许多人在撒谎的时候 会心跳加速 从而让体温上升 并且随便在网上 就能够买到同款 而李畅玉作为神探 自然不能仅凭这些 借助道具 只是打开对方心理防线的钥匙 他真正的本领 还是观察微表情 来捕捉蛛丝马迹 虽然答案让许多吃瓜群众失望 但李畅玉的实力 却让人折服 光是那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 就足以让人胆寒 不过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的他 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让刘德华替自己端茶倒水 华人神探李畅玉到底做了什么 1997年李畅玉受邀回国参加活动 在返回途中 恰巧与刘德华同车 李畅玉看着面前这个精神抖擞 还穿着一身西装的小伙子 还以为他是特意安排过来的服务员 于是李畅玉说 自己口渴了 想喝水 听到这话 刘德华没有多说什么 起身为李畅玉倒上一杯热茶 看着服务态度不错 李畅玉还按照国外的规矩打赏了消费 在快要下车的时候 李畅玉看到自己的鞋脏了 于是就让刘德华给自己擦一下皮鞋 这要是换做其他明星 早就亮明身份不干了 可刘德华却拿着牙刷牙膏 有模有样的擦起了皮鞋 没有任何抱怨 两次细致入微的服务 让李畅玉赞不绝口 当车开到目的地时 李畅玉看到车外早就有人等候多时 手里捧着鲜花和气球瞧手以盼 李畅玉心想 为了欢迎自己到来 活动方可真是下足了功夫 然而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那个服务自己的小伙子却被团团围住 李畅玉这才意识到 自己方才看走眼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已经红遍香港的年轻艺人刘德华 回向自己对他的种种要求 李畅玉也不好意思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可刘德华却没放在心上 还说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后来李畅玉在一次讲座上也提起了这件小事 在对刘德华大家赞赏的同时还表示 这样的明星日后一定能大获 果然这句预言没有落空 刘德华用自己的实力与人格圈粉无数 一直都是活跃在娱乐圈顶端的完美艺人 不管是从小孩到老人 从圈外到圈内 都有他的忠实粉丝 还有着十年友向百年刘德华的说法 而李畅玉在几十年间破获过60多起悬疑案件 李畅玉都能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 找出证据将凶手绳之以法 同时多年他总共获得了800多项荣誉 多次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还经常到浙江警察学院等大学传授经验 像李畅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 绝对是年轻人的人生范例